灰姑娘爱上了白马王子 当她发现自己怀孕时 王子却不见了 从鱼饭口中得知汉水回到了大阪 像他这样的人肯定不会留在小渔村 就在扇慈觉得自己遇上了海王时 汉水又出现在他的眼前 两人来到河边相拥在了一起 汉水将一个怀表送给扇慈 上面是自己的照片 这样他们就能每分每秒在一起 扇慈娇羞地告诉他自己怀孕了 突如其来的惊喜让汉水愣在园里 随后一把抱住扇慈 汉水表示不论是儿子还是女儿自己都喜欢 当问到两人什么时候结婚时 汉水露出了海王的真面目 原来汉水不仅在大阪也有家世 而且还有三个女儿 之所以结婚是为了家族的联姻 他不能和善次结婚 但会买下村里最大的房子 让他和肚子里的孩子过上一世无忧的生活 善次无法接受心中的王子变成渣男 这时汉水质问他 善次说孩子我会自己养大 以后我们就当是陌生人吧 说完淋雨跑回了家 这是一个陌生男人闯进善次的家 倒在了院子里 母亲将他拖进屋子细心照顾 碰过行李得知他是名牧师 晚上善次把怀孕的事告诉了母亲 碰巧被隔壁的摩西听到 天亮后摩西想去镇上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 母亲担心他便让善次陪他一起去 他们在码头见到了汉水 看到善次身旁出现一个陌生男人 汉水顿时粗意大发 摩西打完电话带善次来到附近的饭店 他将自己听到善次怀孕的时候说了出来 善次略显尴尬 摩西接着说 如果你独自养育孩子肯定会十分幸福 不如考虑等孩子出生送给别人 善次没有犹豫直接就拒绝了摩西的理 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这正是当初父亲对自己的承诺 摩西听后表示歉意 询问他是否会忘了那个男人 他不想和此伤其体能让 deixar一起展开 杀死的 同时 我明白你的